诸位贵宾 诸位教授 诸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弘扬汉学的重要性 在座诸位教授们 都是我们弘扬汉学的老前辈 所以有这个机会就教于大家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们同学们这么年轻就发心沉传 这个都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地方 而且大家的姻缘都比承德还要殊胜 大家接触圣教的时间都比较早 人生总在预缘不同 假如自己能早一点的话 那真的是少造很多业了 刚刚我们听到黄主任有提到 这个民间的力量 也是可以扭转乾坤 佛门有说 虚空非大 星王为大 金刚非奸 愿力最奸 人的愿力 菩提心 是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 那今天我们说 万法应原生缘分是很不容易 我们大家能够共聚一堂 来互相切磋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缘 那《易经》也有说到 这个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这个宽以居之 人以行之 那因为我们所有发表论文的教授们 同学们 这一篇论文 都是基据他几十年 学问的功夫 所以学以聚之 那我们很幸运 能够在两天的时间 听到这么多教授同学们 他们这么深入的研究 的报告 那当然我们在听的过程呢 也可以提出问题 这是问以辩之 康熙皇帝有说到 讲论得知最速 可能发表人台上十五分钟 台下很多年的功了 那当然我们听的过程呢 也要思虑得知最深 我们边听边思维 可以当下来请教 来探讨 那当然我们学了之后 力行得知最速 比方说我们学到 我们 伟公 他的这个言语 修养 西论 我们学了之后 首先呢 从此不再跟人吵架了 然后呢 把它推广了 这个叫人以行之 我们用仁慈不爱的心 把学道的推广出去 那可能 台湾的离婚率 就会下降了 这个是有年代关系的 包含我们 黄中健教授 这是忠正的义礼 这个 至终和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这个我们的家庭社会 我们掌握这些学问 一定可以促进 整个社会的和谐 所以大家不能光听而已 听完之后 更重要的 我们要用在 修身齐家 治国平地下上面 那 这个师长呢 曾经说过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教育是文化的生机 那这个话应该是说得很重的 就是说假如没有文化沉船的人 那他可能就没有灵魂了 他就变成行尸走路了 对我们古人 这个孟子讲到了 宝石暖衣 一居而无教 则静于情寿 这个两千多年前就讲了 对于我们现代 可谓是阵容发聩的 教导 因为整个西方东径 其实是整个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算是席卷全世界的 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确实是我们现代人 得要缓下脚步来思考了 科学家有一个研究 说一个人一两岁的时候 平均一天校180次 成年之后平均一天校7次 大家今天笑得已经超过7次 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把这个平均值往上拉了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了 人努力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现在人工作努力的程度 没有比古人少 时间精力没有少 你看古人晚上还可以举头 还可以吃着花生米喝着老酒 现在人忙到回家都很晚 都不一定有这个闲情 但是结果是越来越笑不出来 所以现代人真的是要停下脚步 看看人生的方向目标 俗话说的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就像我们个人身心的问题 身体 现在癌症 这些慢性病很多 记得成德小的时候 老人家都是怎么走的 一条街上 某某爷爷走了 睡觉就走了 无疾而终 现在很大的比例 都是在医院走的 都是生的重病走的 这是身体 心理方面 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 很多国家忧郁症的比例 都超过两成都有 所以对于我们人类的挑战 19世纪是心脏病 20世纪是癌症 21世纪是忧郁症 而且这个忧郁症 不只他自己痛苦 很可能他全家 都要提心调谈 那忧郁症是心病 那心病要怎么医 我有请教我们黄教授 黄教授要心药医了 那心药要去哪里拿呢 在经典当中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所以 前不久 陈德回母校冯甲中文系 不是 冯甲大学 刚好受中文系邀请 分享课程 他们说现在中文系不好找工作 请承得勉励勉励中文系的同学们 我说这个中文系学好了 是未来最次乡的行业 因为四书五经 都是解决心病的良药 我们要为众开法杖 广师公德宝 就像 涅槃经说的 度众生故 未说无上 唯妙法药 我们为了度众生 要跟他们讲这些相应的法药 经典里面都有 所以身心的问题 呈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 可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身边的亲戚朋友 都有可能有忧郁症的 所以我们深入老祖宗的经典 刻不容缓 十万火急 包含 这个家庭的问题 有一些地区 离婚率都到七成 我记得 曾经有一次 传统文化课程完 有一位先生到前面来致谢 我说谢谢 今天参与这个课程 我本来已经打算离婚了 这个课程听完了 我觉得我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这个家庭的问题 透过经典的学习 它能够化解掉 包含现在父子 兄弟 为了增财产 一起上法院的现象 不少 家庭所存在的问题 包含社会 犯罪率 甚至是自杀率的问题 还有企业当中 这个诚信的问题 跳槽的问题 其实现在 这个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甚至是企业老板 都有难念的经 那有传统文化 就有方法 所以中文系以后会很吃香的 这个经典学通了 从个人身心 到家庭 到企业团体 我们都有方法 帮人家解决 大家有没有这个信息呢 这个老和尚常说 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 修其置评的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还有成效 信心很重要 信为道元功德武 当然信心 也要加上多一些体验 多一些锻炼 所以成德也有毛遂自荐 到企业去跟人家 分享传统文化 然后他们会就企业的情况提出问题 那我们从经典当中提供他们解决的方法 比方说他问企业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论语里面有讲 竹石竹兵 明性之语 而且大家 都跟我们老和尚学习 教授们学习 不断积累之后 真的 你这些企业界的朋友一问你问题 这些善知识们的教诲就浮现起来 因为我也没有到企业界服务过 可是他们一问问题 比方说 老和尚就举到了 清朝 入关的时候 才十几万 他可以统领几亿的国度 凭什么 凭中华文化 很重要的一点 他们的一把手 皇帝 他带头 皇帝没有说 你们要听我的 听我的 人家不一定服 康熙 雍正 乾隆 他们怎么做的 听老祖宗的 听鲁士道 圣人的 把鲁士道的专家学者 请到宫殿里来教学 让皇族 让大臣们都跟着学习 这样就能建和同结 建立共事 所以清朝 康熙 雍正 乾隆 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的盛世 所以很多说法 归咎 我们中华民主的衰败 是因为文化 这个归咎 实在 太偏颇 你看清朝 这么少人入主 他可以成就一百多年的盛世 后来为什么衰败呢 后来是 这个慈禧太后主政 把这个鲁士道 专家到宫廷里讲学 给废除 那经典不讲 共事没办法建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看法 那这个问题就慢慢出来了 那所以 我们这个看到 从个人身心家庭 我们团体到国与国这些问题 从问题的现象看 好像很复杂 我以前 在成长的过程 还没有遇到传统文化 我自己也觉得说 这个社会 还可以越来越好 好像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是 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于 承德在任教的时候 在小学教书 我看到的是 一年不如一年 那因为有师长的教诲 我们会从果推因 不知道原因在哪 那当然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假如知道原因在哪 那就能够对症下药了 现象很复杂 但原因离不开人心的问题 我们刚刚分析那么多现象 从因上不理 人把利跟欲 摆在前面 所以孟子说 上下交真利 而国威 假如一个国度 全部把经济 把钱摆第一位 那他的家庭跟团体 要不争 不容易 所以国不以利为利 应该是要以义为利 所以利会造成争夺 欲会让人不断堕落 我们常说 半步论语 至天下 其实细细深入论语 一句论语可以定天下 孔子说到了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假如每个人的心中 都是道义恩义 刚刚那些问题 就不存在了 所以是人心的问题 而人心最重要的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他要透过教化 才可以的 而人之初性本善 果不教性来千 他只要遇到好的教诲 他良心发现了 都能迷途之返 我们以前办的课程当中 也有遇到黑社会的 来上课 上完之后 太好了 太好了 他听了也欢喜 这个也让我们有信心 人之初性本善 那刚好 这个师长老人家 的一生 也是在给我们信心 他老人家资深一人 到了台湾 也没有什么关系 甚至养活自己都不容易 去跟老师学习 连供养 都拿不出来 但是呢 利益人名的心 非常的切 所以这一颗心 赶召当时候 台湾三位 大师级的老师 来教导师长 那师长很相信 因为张家大师 教给师长 你这一生 发心学释迦摩尼佛 当然诸位同学 不要听到这里 很害怕了 那得出家了 我们佛门 示意法 叫依义不依语 是依这一句话的 义理 义理就是 学释迦摩尼佛 不为自己 能牺牲奉献 就像孟子说的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我们愿意 承担起这个 时代的使命 我们来 弘扬汉雪 既往开来 这个既往开来 应该也是我们 每一个人 对家庭 乃至于对社会 甚至是对我们 民族文化的 本分事情 那肯 学释迦摩尼佛 你这一生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诸位仁者 我们需不希望过上 不操心的日子 这个操心还是 蛮辛苦的 有时候晚上还会辗转 反正 我们看到老人家 他真的相信这一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 也是中庸教给我们的 君子居易以示命 这个居易就是安住当下 我现在的本分是什么 我尽心尽力去做 我就在这个本分事当中 我提升了我自己的境界 提升到哪呢 佛菩萨就派 更重要的任务 给自己 所以你看老儿上 后来就到了新加坡 整个他老人家教诲 大量流向大陆 流向世界 后来又被请到联合国去了 因为这个澳洲不简单 他把老人家用特殊人才 给他永久居留 因为老人家刚好参加了 他们昆斯兰大学和平学院的座谈 有很多专家学者 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 大家发表 用经济啊 外交啊 这些种种手段 后来最后请教老人家 方法 老人家说 我们要解决问题 就像我们中医治病 得把病根找到 你才能对症下药 病根是什么呢 病根在家庭 当时候专家学者听了都很惊讶 闻所未闻啊 因为每一个人是从家庭里成长起来 当他最亲的父母 都是吵吵闹闹 他从哪里学到 怎么跟您相处之道呢 这些澳洲的专家听了 有道理啊 老人家进一步说了 这还不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 是利他跟智利的冲突 比方说你有一个好的东西 你会先想到自己 还是想到别人 那他们也很老实 当然是想到自己了 那这样冲突啊 就不容易避免 那老人家谈完这些话 澳洲人很可爱啊 他们马上要推荐老人家 去联合国啊 就要颁荣誉教授 给师长 师长说 我出家人不需要这些东西 结果学校说了 希望您代表澳洲到联合国去 因为觉得您这些思想观念 能够为世界和平 有一个新的方向出来 但是联合国只邀请专家学者 没有邀请出家人 所以您一定要接受啊 那后来老人家接受了 就把我们老祖宗 这几千年呢 怎么治国 怎么修身齐家的方式方法 理论呢 都讲得很清楚 讲了好几届了 结果这些专家学者呢 回馈啊 说你讲的是理想啊 做不到啊 老人家当时候领悟啊 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信心危机 他觉得是理想 他根本不可能去学 其实老人家就有讲到 这所有的问题是人心问题 因为东方忽略了 辱世道的教育 西方忽略了他们传统宗教的教育 所以人心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化 才会出现种种的问题出来了 老人家也是觉得 既然信心是最大的危机 被我们遇上了 建议要勇为了 要恢复大家的信心 得做实验才行 不然人家说 你讲的这些理论很好 有没有证据啊 有没有成果啊 所以逼着老人家呢 回自己的故乡 办了一个教育中心 结果用儒家这个孝道 用地主席来教导 当地的百姓 四万八千人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离婚率快速下降 我们当时候 也是觉得这个教化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这个没有三五年 要看到效果不容易 结果一年 这个离婚率下来了 而且啊 这个镇上没有人在离婚 为什么这个离婚率还有呢 因为有一些出去打工 他没有在镇上 没有听到课 犯罪率也快速下降 我们才把这个成果 到联合国 因为这个做实验 是被联合国逼出来 所以当然要供养给 联合国这些大使 专家学者 那老人家也有将 这些成果 包含他个人 他学习释迦牟尼佛 一身弘法 这个路走通了 所以也希望 带动其他的宗教 也都回归到经典的弘扬 因为啊 全世界的人民受到这个经典的教育 他的人生改变了 他会非常感恩 东西方这些经典的教育 他会去扶持啊 所以不会走不下去了 不会饿肚子了 所以这些实验都很重要 假如比方说梵蒂冈 他能拿出来几个教堂 做实验 长期教圣经 那他可能就成为天主教的圣地了 实在讲啊 老人家确实是把 这个经典的意理给我们讲得很圆满 同时他自己身先士足啊 都做出来了 那就看我们弟子们 能够啊 以师之为己之 把他老人这个接力棒 接过来 他老人家 有一次啊 跟人家见面 新认识 对方啊 就问他 你是哪里人啊 这个师长说呢 我是地球人啊 我跟你们同乡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但陈德在旁边呢 是感觉老人家很幽默之外啊 幽默中有智慧 为什么要强调地球人 因为现在地球变春了 关系非常的密切 哪里出了问题啊 都影响其他的地区 复朝之下 无完卵了 修妻与共了 所以 我们冷静地看 这个师长也有比喻 一个小孩 遇到困难了 他会找谁啊 找他爸爸 找他妈妈 你看现在世界 出现种种问题 每一个民族要找谁啊 找他的老祖宗 汲取智慧 而找老祖宗 那要找古文明 那四大古文明 现在 这个希腊 古文明 没了 埃及 没有了 印度 这个都没有传承下来 只剩一个古文明 沉传五千年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身为中国人 身为中华儿女 这一生 就是来救世界的 这老和尚说的 我没有强迫大家 不知命 我以为君子 我们有五千年的智慧 结果看到现在社会 世界那么多问题 然后我们 视而不见 然后袖手旁观 这样心上会有点不安 我们得见义勇为 德不孤必有灵 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你看古代有 济夏 学宫 东方的 西方有 雅典学院 所以我们 期望 我们现在东方有 成功大学中文系 我们西方有 英国安静 我们希望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东陵书院 有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 读书声 深深入耳 好像我们早上有 飘了几滴雨 家世国世天下世 我们世事关心 所以我们共聚 可以开出 解决这个世界 问题的良药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个根源是 利欲熏星 所以 这个 我们只要 把这个经典 弘扬出去 来 其实刚刚 孟子的话 孔子的话 就是解决的方法 君子欲于义 那人心有义 他不会做出外 这个 伤害他人 对不起他人的行为 出来 而且义 会养浩然正气 我们 这一次有浩然同学 也不容易生病了 无上扬 无浩然之心 你看他长得这么壮 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 也说了 你不能从幼儿眼 就叫他竞争 那是小人 欲于利 所以这是 教育的问题 那我们能够做实验 教育成功 就能给人家信心 所以老人家做了那个实验 证明 人之初 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所以成德观察 老人家一生都在做实验 从他自身 从示范点 尤其 老人家九十岁之后 讲经常常都提到 现在求的 没有别的 就是沉传文化的传人 所以要培养人才 所以在英国成立汉学院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修士校长 还有我们 Gennemi教授 他们是教授 没有他们大力支持 在英国要办汉学 真是太不容易了 要成就一个姻缘 这个护法是关键的 当然还有我们院长 一肩扛起 他本来可以 在山林 丛林之间 吸收这个芬多精的 现在是 晚上都忙到很晚 早上有一次 我才六七点 看到院长已经在 办公室里面开会了 所以 这个时代办学 真不容易 老人家又在我们成功大学 成立了中文系汉学组 我们很多教授老师们的护士 还有这么多 几十位同学都很用功 硕博生 二十多人 好 我们相信 都能培养出 人人宏道的人才出来 好 那 成德自己 曾经 刚好跟欧洲的汉学家 有交流 当初吃饭的时候 成德对面 做了一位 应该 差不多三十多岁 的女士 我们都是直接用中文交流 法国的汉学家 请教他研究什么 他说 我研究 虚云老上 我当初一天很兴奋 我就 跟他说了 那你研究虚云老上 对你一生 的人生 有什么启示 对你修身 有什么启示 他看着我 没有讲话 当然我一看人家没讲话 我就赶快 头低下来 不然有点尴尬了 过了几秒钟 他说了 我是研究 虚云老和尚 是不是活到一百二十岁的 我当时就有点吃惊了 后来他旁边 有一个差不多是五十岁的汉学家 他已经帮道家翻译了好几部经典 我们在聊的过程 陈泽就表达 这个汉学是可以修身 齐家自国 平殿下 可以把事业经营好 这一位五十岁的汉学家 汉学跟经营事业有什么关系 那陈泽做个比喻 比方说 这个公司 接受了 请柬为持家之本的观念 他懂得节俭 比方说这一台机器坏掉了 他本来都是直接报修了 他现在用他的技术把它修好 请问省了多少钱 那他在这个公司 假如服务二三十年 他会带底下的人 都是以节俭为一个精神的话 那又省了多少钱 那这个汉学家说 那汉学跟做事业应该有关系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虽然汉学系 很多 但是让陈德想起 老人家曾经有讲过 西方把汉学当作古代的东西来研究 而事实上 它是历久弥星的 可以古为精用 假如这个精神没有彰显出来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市长老人家 成立英国汉学院的愿望 就是把汉学红传到全世界去 那我们很高兴 在学校的支持之下 我们今年要成立英文汉学系的 用英文将汉学的这些学问 能够跟以英文为母语的 这些年轻学子 能够结这样的法源 好 那确实 这个汉学是有大作用的 它可以帮助修身 达到圣人的境界 大德者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 师长老人家给我们表演出来 它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它的影响达到五大桌 当然 我们看到老人家这么表演 不能说 哎呀那老上才可以了 我们不可能了 那这一念就是障碍了 因为天无师父 所以老天爷下雨 没有说我看到这棵藏树 我比较喜欢多下一点 这一棵感岛树 我比较不顺眼 少下一点 不会了 所以老祖先 上天佛菩萨 对每一个人的加持 是平等的 栽者赔之 我们真的这个愿心不退 那个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是真的能够达到 感而遂通天下之志 可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牵出祈求 牵出应鸿 再来 齐家 你看我们清朝 曾国藩先生 你看他家就齐得很好 他又可以自古 有一部书 五种宜归 编得非常好 真的都是从根本解决问题 养正 少臣若天性 养正宜归 娇女宜归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迅俗宜归 整个社会的风俗 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 你看陈鸿某先生 这么大的官员 结果他能编这么完整的一套书 这个精神让我们佩服 他已经日理万机了 他还为后代留下这样的宝书 老婆上说 五种宜归跟群树之药 平等啊 同样重要 所以可以齐家 可以治国 这个清朝是榜样的 包含我们看古代的读书人 韩玉 文起八代之衰 道祭天下之命 他治理这个潮州的时候 贡献很大 那个山变寒山 那个江变寒江了 所以诸位同学以后教化一方 可能当地的山就以你的名字为山了 因为我们有同学 现在学法文 可能以后是要去非洲 到时候可能他是当地 这个推广汉学的创始人 就跟苏氏当时候去到海南 差不多情况了 那平天下 让天下能太平 那正和下西洋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包含在大唐时候 所有这么多民族 到了大唐 文化 甚至建筑种种 都是很欢迎大家来学习 所以你看日本有朱雀街 都是还怀念着唐朝那时候 对日本的恩责 好 那这个 一个人的力量不可小看 就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汉学系是丁龙成立的 是他的力量 最后感动他的老板来成立的 因为他身为这个仆人 他进到中了 触动了他的老板 他老板说 因为他被老板赶走了 老板家里失火 他还回来帮忙 所以这个老板说 你爸爸一定很有学问 他说我爸爸不是智 那你爷爷一定很有学问 我爷爷不是智 那为什么都不是智几代的人 居然那么懂得敬忠作人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后来他把他一生的机器拿出来 成立了丁龙讲座 进一步感动他的老板 成立这个汉学系 所以真心的力量不可思议 那老人家还留下了 弘扬汉学的方法给我们 首先是保存古籍 不让经典黄师 所以士库全书 印了112套 士库会药 印了300多套 包含群书之药 印了1万套 还有国学之药 这些大藏经 超过1万册 但是书 印了 得有人深入 有人去宣扬了 所以创办英国汉学系 还有我们成功大学 中文系汉学组 都是为了培养师之 人人红道 归道红人 再来建立示范点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个人身心要有示范点 个人家庭要有示范点 所以我们教授们 都是夫妇和谐 都是妻子好和 如骨色情 兄弟继续 和乐且丹 这个都给社会一个榜样 再来 社区是很好的示范点 社区大家都住在一起 在那里宣扬 这个社区可以成为示范 在台湾都有这样的点 包含有小镇 这个都是很好的示范点 再来可以运用网路的教学 长期宣讲 老人家也是讲了 62年没有中断 好 那这个文天祥先生说 人身至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我们汉学院 招赶来这个文大厨 他是文天祥的后代 煮饭给我们吃 这个饭吃下去 就是要留取担心 赵汉清 这个都是感应 我们另外 蔡大厨的太太姓关 那是关公的后代 关公派来 截然菩萨来护法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这个感应不失意 所以我们不负国家民主 不负声明 不负众生 我们也不负所学 君子所以用誓言 祝福研究研讨会 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